那么两个人的批判 其实都切中台湾人民内心深处 对蔡英文的不满 可是问题是选举是相对的 选举不是绝对的 现在不是只有一个蔡英文在选举 那么你讲中了蔡英文的不满 那激化了民众对于 所谓的讨厌蔡英文的心态 讨厌民进党的心态 那么也能够强化这样的氛围 可是如果说在韩国瑜这边 仍然持续的失言 弊案不断地被揭发 那讨厌国瑜党 讨厌韩国瑜的氛围 也逐渐地加强 那么这就会抵消了 这个讨厌蔡英文 所产生的社会记忆 所以两个力量在角力 那么再者再回来谈到 所谓的原站跟马英九的发言 会不会使国民党 现在的知识栏 精英栏 经济栏 能够回容 因为就目前民调的内容结构来看 韩国瑜只能够吸收到 大概不到70%的 蓝营支持者的选票 那还有三成多跑哪里去呢 那么如果依照现在的结构分析 这三成多大概有所谓的 知识栏 精英栏 经济栏 那么这些人还没有回归 而这些人中间有几个指标的人物 一个是连战 一个是马英九 还有一个是朱立伦 这三个是最重要的指标人物 那现在朱立伦还没有点头 愿意做韩国瑜的副手 或者担任韩国瑜竞选总部的主委 所以第一个指标并没有达成 那至于马英九呢 虽然对蔡英文讲的重话 可是不要忘掉 八号晚上的英雄宴 连战所办的英雄宴 马英九缺席了 所以马英九的表态 是保留的 也就是说 批判蔡英文是强烈的 可是力挺韩国瑜 是被打折扣的 所以马英九所代表的 这个知识栏 精英栏 过去传统的栏势力 是不是会回归呢 要打下许多的问号 最后的两个多月 那就要看韩国瑜怎么做 国民党中央怎么做 这是双向的问题 国民党的文化是 你只要主心股够强 整合就事半功倍 所以韩国瑜估希望整合成功 拜托很多的大佬 到处求人家是没用的 让自己的主心股强起来 主心股强起来的话 自自然然整合就过来了 就事半功倍了 就像我一样的主心股强起来